生活指南 政策新規 趣事分享 旅遊貼士 還有什麼你想知道的? 美國零距離 網絡各類資訊 與你一起 資訊息 各位聽眾朋友你們好 你正在收聽的是由 美國中文電台AM1450 為你帶來的美國零距離節目 我是Yanny 通貨膨脹無處不在 它幾乎影響了我們購買的所有物品 隨著世界各地 商品和服務價格 以40年來從未見過的速度上漲 購買便宜貨 降價品是一個全國性的消費方式 近期公佈的數據顯示 6月的最新居民消費價格 指數比預期的還要高 為辦之9.1 月度環比上漲辦之1.3 超過經濟學家 此前同比上漲辦之8.8 還比上漲辦之1的預期 再次創落1981年以來 40年最高紀錄 如此高的通脹數據 令人不禁直呼 太恐怖了 消費者價格指數 而CPI是衡量包括 汽油、雜貨和租金 在內的日常用品價格的 廣泛指標 而剔除波動性更大的食品 和能源價格核心 CPI6月比上年上漲5.9 月度上漲0.7 增速高於4月和5月 這表明潛在通脹壓力 仍然強大普遍 通脹可能上未接近封值 從具體項目來看 6月能源價格環比上漲半至7.5 較上年上漲半至41.6 汽油的平均成本比一年前 高出半至59.9 比5月高出半至11.2 與此同時由於消費者 為了穀物、雞肉、牛奶和新鮮蔬菜等 商品支付費用增加 6月食物指數也上漲半至1 若佔CPI3分之1的住房成本 在6月再次加速上漲 攀升半至0.6 和5月創下的18年高點持平 按年計算 住房成本攀升半至5.6 是至1991年2月以來最快的增速 租金成本在6月也飆升 當月上漲半至0.8 至1986年4月以來最大的月度漲幅 租金上漲是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 因為更高的居住成本 最直接和最嚴重地影響家庭預算 另一個衡量房主 在沒有買房的情況下 將支付多少等價租金的數據 6月亦還給增長半至0.7 儘管近幾個月 美國勞工工資增長強勁 但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 已經削弱了這些增長 根據勞工報的數據 考慮到消費者價格上漲 6月的實際平均新資 比上個月下降了1.1% 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6% 在通脹數據公佈後 拜登發表聲明 承認通脹高得令人無法接受 並且稱解決這個問題是他的首要任務 但同時他也認為這些數據已經過了時 表示創紀錄的高油價格 是造成數據如此之高的主因 而稀油價格現時已經下降了 面對一直上漲的物價水平 工資的增長亦成為很多人關心的話題 不過如果選擇了遠程的工作 有可能並不可獲得很客觀的工資 根據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的一篇新研究論文顯示 遠程工作在疫情期間愈來愈受歡迎 員工甚至願意放棄加薪 以換取在辦公室以外的地點工作 研究顯示 一些員工實際上選擇透過放棄加薪或減薪 只要他們可以選擇每周工作的地點 據研究作者估計 遠程工作被認為是一種工作福利 將在兩年內將整個經濟的工資增長限制兩個百分點 遠程工作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是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很多員工重視能夠在家工作 因為他們在家工作 給予他們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平衡 以及更大的自主感 對於僱主來說 員工遠程工作亦有好處 比喻更高的員工保留率 以及能夠節省員工入職和房地產成功 但高通脹可能導致員工重新思考遠程工作 以及更高薪水之間的權衡 商品和服務價格上漲 可能導致員工要求僱主提供比平時更大的加薪幅度 比如說通貨膨脹率飆升 令大多數人措手不及 在過去18個月內 明義工資的上漲速度 比明義價格上漲速度要慢 遠程工作作為僱主福利的興起 預計將減緩工資的增長 當然並非所有工作都可以遠程執行 因此對工資增長的調節作用 並不適用於每個行業 與低薪員工相比 高薪工作和行業的員工 通常具有更大的遠程工作能力 例如酒店業員工的工資增長速度 是快於通貨膨脹 例如酒店和休閒領域大多數的工作 都不適合遠程工作 低端工作的工資漲幅大於高端工作 這與遠程工作的興起集中 在高端工作的想法是一致的 為了應對通貨膨脹 很多美國人正在利用他們疫情的儲蓄 來支付不斷上漲的成本 根據一份數據顯示 今年第一季度 唯一沒有利用疫情儲蓄的人 是收入最低的8-20員工 這是因為酒店、零售和醫療保險等行業的員工工 工資增長速度是快於通貨膨脹 經濟學家Mark表示 他們沒有開始減少儲蓄 因為低工資員工的工資增長非常強勁 他們得到的工資增長幅度 是大於通貨膨脹的增長 而很多人面臨居高不下的物價時 亦會選擇另一個更便宜的地方居住 最近有網站總結出美國10個居住最便宜的州 我們亦來了解一下 排名第10的就是阿肯息州 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41分 本分是50分下 平均房價390814 半膠倫牛奶是1.89元 每個月的能源賬單是152.49元 在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42分 本分為50分 平均房價為48649 半膠倫牛奶為2元 每個月的能源賬單為161.5元 排名第7的就是愛河華州 即使是像Aims那樣的大學城 租一間公寓的費用 亦不會令你很驚訝 你可以用每個月不到1000元 就可以租到一間比較漂亮的兩房公寓 在另一個大學城 德州的奧斯丁 你可能預期要花多半支50至半支60的費用 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44分 本分50分 平均房屋價為401052 半膠倫牛奶為2.29元 每月的能源賬單是148.81元 接著的就是密蘇里州 密蘇里州的房價大約是波士頓的一半 因此你將能夠在支付房貸之後 仍然是有錢用於額外的娛樂活動 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45分 平均房價為382188 半膠倫牛奶為2.24元 每個月的能源賬單是161.78元 排名第五的就是田納西州 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46分 平均房價為357465 半膠倫牛奶為2.19元 每月能源賬單為134.42元 第四名就是喬治亞州 一貫土在喬治亞州的價格 將比南加州低約30元 一升可口可樂的費用 將比特拉華州低約20元 此外在亞特蘭大的儒家課程 比洛杉磯低約20元 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47分 平均房價為349444 半膠倫牛奶為1.66元 每月的能源賬單是122.51元 排名第三就是阿拉巴馬州 如果你在該州的百名漢市 買一間房屋 支付費用不到你在加州、阿納海、 在武士購買的類似房屋的三分之一 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48分 平均房價為334577 半膠倫牛奶為2.06元 每月的能源賬單為176.43元 排名第二就是 麥西西比州 在麥西西比州 超市牛扒的價格 比紐約、曼克頓便宜 半至25元 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49分 最高州分數A-Pass 平均房價為35219元 半膠倫牛奶為一元8毫 每月的能源賬單是173.55元 排名第一就是麥西西比州 在墨西西比州买一套房或租一个公寓 费用大约是蒙大拿州的一半 去看医生的费用大约是新汉部12州的一半 2022年生活成本得分为50分 本分为50分 平均房屋价格为30万5417 半家伦的牛奶为2.03元 每个月的能源账单为160.09元 这样通货膨胀 对哪些州的打击是最大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居住成本最贵的州排名 佛蒙特州 根据今年最好的商业州报告 佛蒙特州提供了最好的生活品质 但你亦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房价方面尤其如此 根据联邦住房金融局的数据 该州上年房价上涨了20% 需求远远超过供应 罗德岛州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 罗德岛州从天然气中 获得电力比例高于其他州 由于上年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了8-60 今年还回了一倍 这不是一个居住的好地方 燃料油价也大幅上涨 对东北部大部分的地区造成打击 阿拉斯加是出了名的昂贵 由于只有不到100亿亩的农田 该州的大部分食物必须来自其他地方 而通过膨胀 令这些生活成本状况更恶化 俄勒江州 上年俄勒江州的房价上涨了8-18 因为太平洋西北地区 正在努力解决住房短缺的问题 这个代表租金也在标升 加州 纽约市 和夏威夷 这三个地方居住成本是最贵的 在旧金山购买一栋2400平方英尺的房 将会耗资约140万美元 同样的房屋 在凤凰城大小一致 相同的都会区 售价可能是40万左右 更不要提加州是全国最高的油价 纽约的通货膨胀虽然很高 但和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是相对温和 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 价格从一开始就已经很高了 Hawaii 这里的价格通常是美国本土的两倍 Hawaii 州是美国居住成本最高的州 好了 以上就是今期美国零距离节目的所有内容 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我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